当前,疫情防控的工作重心从防控感染转到医疗救治 社区、农村是医疗卫生服务的最后一公里 家庭医生、乡村医生是群众健康的守门人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在推进感染者分类、分级收治 风险人员、健康监测管理、老人和孩子等重点人群医疗服务保障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要根据疫情形势、病情轻重、缓急程度等合理分配医疗资源 进一步提高服务效率和质量 强化重点人群的健康监测和服务保障 及时提供咨询指导 加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发热门诊设置 助劳基层守诊的第一道防线 verse 23 4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